小詩人 大家好我是小詩人 我是迷迷小詩人 我們今天要DIY的遊戲是 永遠拉不完的鐵絲 好 大家可以看到在鏡頭上 有一個 兩根鐵絲交錯的螺旋狀 那當我們呢 把這兩根鐵絲呢 往外拉扯的時候呢 你可以發現 即便呢 我們不管怎麼拉 這個鐵絲呢 永遠拉不完 那這個現象呢 是一種叫做螺旋錯覺的現象 那交錯的兩根鐵絲呢 它在旋轉的時候呢 會造成一個錯覺 好像兩根鐵絲 不斷的往外延伸 但是實際上呢 它們只是在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好 那這個呢 DIY完成之後呢 大家呢 可以帶回去 像是變魔術一樣 變給家人看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要怎麼製作 這款魔術 首先呢 你要準備一個 白鐵線 白鐵線 那這個白鐵線呢 它大概的 直徑是 大概1mm 1.2mm 或者呢 是可以用到1.2mm 或者呢 是可以用到1.2mm 那 小朋友跟大人 在DIY上 比較不會 太困難 另外呢 要準備一個 它的直徑 大概是 1公分 的圓木棒 那 當我們準備完這兩項材料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把圓木棒呢 裁一截下來 那 在這個圓木棒呢 兩端呢 各打一個洞 那這個洞呢 大概是 就是你的 白鐵線的直徑 這麼寬的洞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我們必須呢 剪出一條 大概 40公分 長左右的鐵絲 就是用剛剛的 白鐵線 剪出來 接下來呢 在這個 白鐵絲呢 穿過 這個洞 從 我們這個 圓木棒的這個洞 然後把它做一個旋轉 轉 那接下來呢 旋轉的方式呢 就是 我們現在是 先是 往左邊旋轉 好 慢慢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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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轉的時候呢 就是速度 慢一點 盡量讓它的這個 圓形的部分呢 是可以對齊的 是可以緊貼對齊的 是可以緊貼對齊的 那等到呢 我們整條 鐵絲呢 都旋轉完成了之後呢 就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那記得呢 你第一根鐵絲呢 是往左旋 那你穿的 另外一根鐵絲 就要改成 是往右旋 因為這兩根鐵絲呢 它基本上呢 它的 那個 兩邊 的旋轉的方向 要是相反的 那等到你把兩邊鐵絲都旋轉完之後呢 我們利用那個 我們的鉗子 把它 拉開來 拉開來之後呢 末端 給它彎個小圈圈 像這樣彎個小圈圈 那主要是呢 避免呢 在遊戲的過程中 會去吃到人 好 那我們完成了兩條 像這樣的 這個 鐵絲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兩條鐵絲呢 交錯 那交錯的方式呢 就是 一前一後 像我們 以 右邊這根鐵絲來講 它在這邊是在 左邊的鐵絲的上面 所以就在 以上 以下 以上 以下 以上 這樣交錯完 那交錯完之後呢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這個就是 呃 我們今天要DIY的 這個永遠拉不完的鐵絲 的一個簡單的製作過程 希望大家會喜歡 有機會呢 我們會在DIY更多的遊戲 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有空的話 記得 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 一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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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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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